大家好,我是Ryan 今天陪我们一起飞的是这位 胆黄哥 这次要再次再次又再次的体验的是 酷航的经济舱 那这个再次再次的原因就是 我已经搭了N边的酷航了 但是这一次才是真的有记录 本班竟然是由高雄飞往新加坡的空8A321 晚上8点40起飞 单程票价2500块含选位跟餐 本来因为午饭肺炎的关系想要取消 但是用酷航的Changefly 来来回回很多次 还是不肯多让我损失少一点 最后还是决定防护做好 上了 当天的高雄机场真的很冷静 就连是星期五的广南高铁也是四五分满而已 报到的时候人真的有两三只小猫 出关根本不用排队一整排的登机口 只有我那一班飞机 好多都取消了 航空资讯版上面 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取消的 登机后呢 来到我预选的30排座位 往前看竟然感觉 人还蛮多的啊 不过这个时候地勤直接冲上飞机 到最后一排这里 说为了飞机配送的关系 把我们最后左边这三排的人 换到前面去 那这样我干嘛要花钱悬位 反正最后就是二到十排 就由我们自己选 我就选了一个后面没有人的窗边位置 意外的舒服啊 感觉这就是有花钱的保密咧 不过换位置之后 我有看了一下 人大概只有五到六分满而已 刚刚地勤报到排位置的时候 根本几乎把所有人都集中在后面了 后来起飞后 有人询问完空服之后 就又换了位置 看来是没有热桃那么硬 一定规定你要按照自己当初的悬位来做 不过应该是依照每班 航空的空服标准而定 先来看一下座位 因为一样都是连价航空 以具就大概都是那个样子 不过这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之前都会选的三师牌 其实感觉蛮烂的 因为多数都没有后仰的按键 就算有后仰也是蛮小的角度 前面这边有后仰按键的 角度感觉蛮大的 其他航空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我下次有答的话再来观察看看 接下来呢 读物的部分 空中英语教室专用教材一本 Kitty免税品一本 那个万国充加USB插座 看起来感觉是不错 不过感觉有点大颗 最后菜单的部分 库航的菜单呢 真的是目前看过最后的 很懂要赚钱就是要靠这一块啦 我随便翻翻你就随意参阅 当天感觉就是只有我们这班要起飞 人又不多 所以就是一个迅速的登机 后退离开登机口 表定是8点40起飞 但是实际8点25就起飞了 起飞后呢 有些广播不能使用自己带上飞机的食物 然后刚刚登机的时候呢 跟我确认过餐的空服帅哥 应该是帅哥啦 现在戴着口罩 大家看起来都很像帅哥 呵呵 竟然还是有找到换位置的我 先是送上了巧克力跟水 水的大小呢 真的很刚好 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巧克力是铁盒装的 也就是质感上升 虽然整道餐360是感觉蛮贵的 然后呢 马上又补上了我的主餐 我点的是这个 蟹味棒 鸡肉 炒饭 看看我们蛋黄哥多可爱啊 好 主餐 质感巧克力 水 欸 对对对对对 因为在武汉肺炎期间 所以我们先来消毒一下可爱的手收 然后口不救餐盒 避免吃尽任何拍咪啊 餐具也是拿出塑胶袋 就不要再用手碰到会对到嘴的地方 全部的程序准备好 开动 三分钟之内解决它 就算奔向版德的油犯 而且只有6.5分手的硬度 然后蟹肉棒 轻人只有一条的硬妇人 也不能有所停顿 口罩就像防护罩一样 一秒一秒都要撑取啊 吃完 帮口罩挣翻两面消毒 再戴上 吸一点酒精味道 应该还好 总结一下刚刚的饭 就是满咸的硬油饭 上面莫名的多了一条蟹肉棒的感觉 而且这个钉状的东西 我也真的吃不出来是什么 巧克力呢 我是下鸡之后在机场吃的 一盒里面有8片 70%的巧克力跟牛奶巧克力各4片 比起70%的略苦 然后会有一点巧克力的油感 我还是比较喜欢牛奶巧克力甜甜的 吃完 来上一下厕所做睡前的准备 新加坡真的是蛮远的 适合睡一波 布行的厕所也是连行标配 插手指另外多了一个洗手乳 跟解鑫一样多得一分 回到位置上 一个人躺三排睡 真的是蛮爽的啊 这天天气可能真的很好 一直飞的都蛮稳的 我有印象的乱流 大概只有两到三次 而且都很轻微 睡睡行情之间呢 又配着看看手机里面的影片 加上听听音乐 终于在12点15 抵达新加坡张宜机场 这班也是停在外围 再用巴士带大家进入航向 库航其实我搭过好几次了 以前高雄这班 还是用787的大飞机飞 我还搭过这班去过日本大阪 可是可能后来人少了 所以就换成比较小一点的A321 不过比起台北 来高雄搭飞机对我来说 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交通跟时间都可以省一些 以上 我是Ryan 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跟订阅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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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